虚竹退隐之后 小瑶派留下三位传人 分别是一僧一盖一魔 金庸的武侠小说总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即便落下了剧中的帷幕 但依旧让人意犹未尽 好比那部《荡气回城》的《天龙八部》 在书中的末尾 小峰为了辽宋两国的和平 选择自强之王 段月和虚竹也分道扬镳 踏上了不一样的人生之路 然而读者们仍想知道天龙后期的故事 其实 即和金庸留在云文里的线索来看 虚竹退隐之后 小瑶派还有三位传人 分别是一僧一盖一魔 一位高手僧人 这位高手僧人不是别人 正是虚竹的结拜兄弟段宇 原来段宇早年坠入悬崖大难不死 意外发现了崖底的狼环鼓动 因为痴迷神仙姐姐的绝世容颜 段宇跪倒之后 足足磕了一千个响头 正式成为神仙姐姐的官门弟子 既然段宇行了拜师之礼 幽炼成了小瑶派的北明神功和陵波威布 他自然是逍遥派的传人之一 到了天龙的末尾 段宇带着钟灵 穆晚清 小蕾返回大理 他继承王位 成了大理国的宣仁帝 在新修版的天龙八部里 金庸承认了段宇就是历史人物段和域 原文学道 献宗宣仁帝段宇 登基时年号日新 后改文治 勇家 宝天 广域 共有五个年号 其后避位为僧 一共做了四十年皇帝 传位于妻子段正兴 段宇为何出家 杰克关于段和域的史书记载来看 晚年的段宇 因为珠子纷争 焦头烂额 万念俱灰的他 最后无心朝政 这才选择了避位为僧 即便如此 出家为僧的段宇 武功超反脱俗 仍是当时一决 除了段宇是逍遥派传人之外 还有一位乞丐 也是逍遥派的传人 一位少年银豪 原来萧峰自尽之前 曾留下一个遗愿 他喊来了虚竹 传了他降龙十八掌 和打狗棒法 希望虚竹能将这两门绝学 传回丐帮 原文学道 过得多年 丐帮中出了一位少年英雄 为人稳重能干 人云甚家 裙盖公义 推之为主 个人尊重孝丰原意 送此人去灵鹫宫 先由虚竹考核认可 再传他打狗棒法 及降龙十八掌 这少年帮主不负所托 取得神功 又将丐帮整顿得蒸蒸日上 进而中兴 丐帮自此便是灵鹫宫为人 这位少年英豪 无疑是下一任丐帮帮主 他得了虚竹的悉心传授 不仅学会了 丐帮的降龙十八掌 和打狗棒法 还极有可能 从虚竹那里 学会了逍遥派的武功 这样看来 这位丐帮新任帮主 也算得上是逍遥派的传人 一位入魔女子 除了段玉和那位少年英豪之外 还有一位女子 也是逍遥派的传人 不过此人在内忧外患之下 逐渐黑化入魔 成为一位女魔 此人正是王语言 看到这里 一些读者会说了 王语言最后不是跟着段玉返回大理 成了极宠爱于一生的大理贵妃 怎么会入魔 原来在金庸的改动之下 王语言在前往大理的途中 突然变卦 他以段玉找不到不老长春宫为由 在大哭大闹了一场之后 抛弃了段郎 重头表哥慕容赋的怀抱 此外 就魔智在返回吐伯的时候 还将怀中的小无相公 交给了王语言 王语言原本就对各门各派的武学 了如指掌 如今又有了这门 能吹动天下武学的神功 他只要潜心修炼 必定能继身为一流高手 此外 慕容赋丰重边谍 逢人就说自己是皇帝 正如八天使所说的那样 慕容赋自称皇帝 若贵人发觉了 这可是满门抄斩的大罪啊 为了保护表哥 所有恋爱闹之称的王语言会如何 势必会翻开小无相公勤学苦练 以此保得表哥的周全 小无相公乃逍遥派的神功之一 而王语言又是无牙子的外孙女 他自然而然也属于逍遥派的传人 不过 王语言这傻丫头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如今又练成了神功 为了顺目容赋之意 王语言极有可能做出许多伤天害理之事 随着王语言的武功越练越高 他就越加黑化 正如扫地僧所说的那样 若没有用死悲心化解体内力气 终究会被力气反噬 落得走火入魔的下场 倘若金庸能将天龙后传展开来学 必定又是一部经典之作了